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带有讽刺味道的惊悚电影 故事开始,我们的女主小美从小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整容 此时,小美正趴在地上画画,画出了一副硕大的眼睛,尖尖的下巴的画 难道这就是小美的梦想吗? 这时,妈妈赶来,小美递过去了画 妈妈看到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将其挂在了墙上 镜头一转,小美已经长大成人,是个漂亮妹子 正等待着同学一起去美容院整容 两位小妹子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整形医院 此时的医生也是个漂亮大姐,完全整过型 大眼睛,嘟嘟唇,有光肤色 小美递上了自己画好的外形,想让医生帮她整出这样的效果 可医生姐姐看了这样的话说,可能支付费用会比较高 小美因昂贵的费用失落地离开了整形医院 夜晚和父母共进晚餐时,小美提出了要求 因最近流行整容,自己也想进行一次换脸,变成和你们一样的形态 可这一要求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说着想整容自己挣钱去做 小美伤心地离开了饭桌 来到了外面反思,这时她同学出现 看着同学已经整好的脸,下定决心一定要整 天空下着雨,小美独自走在大街上 这时看到了路边,墙上贴着小广告的整形医院 上面写着征求实验参与者 小美此时心动,一想可以整容,又不要钱 并来到了这家医院,可当她来做手术时 医院小哥让她签下整容协议书 小美犹豫了一下,没多想 签下了字,并静静地躺在了手术台上 慢慢地进入到了梦乡 梦想着自己手术后眉毛的样子 可当她醒来时,自己满脸蒙着纱布,血迹斑斑 可想而知,手术失败了 当她回到家中和家人一起吃饭时 家人们没有任何反应 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 留给我们的只有想象 在这里小编推测两种可能 一种是,女孩只能失败,毁容了 整出来的样子就是小时候画出来的那个模样 家人见到这一幕,心里为常,也没有大惊小怪 第二种可能就是女孩死亡 诊所找了另外的女孩来代替她生活 脸都是一模一样的 无法分辨是不是本人 最终我们就是一模一样 你们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可以在留言区说说您的想法 这部电影讽刺和大胆推测 整形风盛行下 人的审美扭曲,心里扭曲 其实,人之体肤受之父母 没必要盲目跟风 哪一天回在手术刀下就后悔莫及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且行且珍惜 我们下期再见